准备一台VP44油泵 将油泵齿轮朝上用27号套筒安装在齿轮的固定罗帽上 用机动冲起扳手拧松固定罗帽 取下固定罗帽 用镊子取下垫片 将固定罗帽拧紧在油泵轴上 使油泵平面与罗帽平面平行 用锤子敲击罗帽使指轮松动 取下固定罗帽 取下齿轮 用14号套筒套在法兰盘的固定罗帽上 用机动冲起扳手拧松罗姆 取下固定罗帽 用锤子轻轻向外敲击法兰盘 取下法兰盘 将油泵固定在台前上 用花形玄巨头T25拧松 取下电脑板的固定罗斯 杜烟固定在台前上 36拧松 取下电脑板上盖 用中孔花形旋锯头T10拧松转速传感器固定螺丝 取下转速传感器 用花形旋锯头T25拧松泵头上的固定螺丝 用花形旋锯头T10拧松 取下泵头螺丝 取下螺丝下的压线条 取下电磁阀周围的固定螺丝 取下电磁阀压板 用花形旋锯头T30拧松取下压力传感器两侧的固定螺丝 用两把一字螺丝刀向上撬出缝头电磁阀 用两把一字螺丝刀向上撬出缝头电磁阀 取下压力传感器 取下压力传感器的凹形圈 用两把一字螺丝下来 用两把一字螺丝刀向上撬出缝头 取出缝头 用花形玄巨头T25拧松取下正式活塞机由阀盖板上的两个固定螺丝 取下正式活塞机由阀 用镊子取出轴承内侧的两颗挺住体 拿出轴承拉拔工具 将拉拔工具放入轴承中卡在轴承底部 用拉拔工具把收部分拧紧在卡槽上 转动把收取出轴承 用滑动盘固定杆插入滑动盘的两个螺丝孔上 向上提拉取出滑动盘 取下泵头订阅档板 取下游泵轴承 取下游泵轴电片 用花型玄巨头T20拧松取下输游泵压板上的固定螺丝 用花型玄巨头T20拼手 取下输油泵压板 取下输油泵 取下输油泵上的滑块 取下正式活塞 用花形玄巨头T50拧松托轮轴定位销 取下定位销电片 用内六角搬设5毫米拧松取下观察孔上的堵头 用工智两用斑瘦10毫米拧松油泵血压阀 取下油泵血压阀 分界完成 拿出油泵轴 依次放入输油泵压板 输油泵 安装输油泵上的滑块 拿出14号套筒 把泵头定位挡板放在套筒上 将油泵轴放在套筒上 装入油泵壳体内 将油泵固定在台前上 将油泵固定在台前上 拿出油泵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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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出输油泵压板 取出输油泵压板 用工具转动输油泵 使输油泵轴 使输油泵上的四个孔 使输油泵上的四个孔 对准油泵壳体内的四个孔 使输油泵轴 找出油泵轴 将油泵轴 用工具转动输油泵轴 用工具转动输油泵轴 使输油泵轴 放入螺丝 用花形玄巨头T20拧紧螺丝 把油泵轴垫片安装在油泵轴上 将油泵轴装入油泵壳体内 油泵轴上的小孔对着油泵壳体的观察孔 安装正式活塞将正式活塞套入一个铁片上 装入壳体内 取下铁片 用滑动盘固定杆将滑动盘安装在油泵轴上 滑动盘的定位销对准油泵壳体的观察孔 装入泵头定位挡板 装入挺住体 装入轴承下垫壳体的观察孔 装入轴承 装入轴承 用工具调整轴承位置 使轴承水平放在油泵轴上布 拧动油泵轴使油泵轴上的缺口对齐泵面 安装 安装泵头 将泵头上的缺口对准泵面 与油泵轴上的缺口在一条直线 泵头下的定位销安装在定位销挡板内 安装泵头上的固定螺丝 用花形旋矩头T25拧紧 用花形旋矩头T25拧紧 安装压力传感器 安装泵头电磁阀 将油泵固定在台前上 安装转速传感器 用中红花形旋矩头T10拧紧 转速传感器上的螺丝 安装电脑板 安装电脑板 安装电脑板盖板 装入固定螺丝 用花形旋矩头T25拧紧固定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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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血压法 用工智两用半瘦10毫米拧紧 将油泵泵头朝上固定在台前上 安装风投电磁阀法 安装飞头电磁阀压板 用花形玄巨头T25拧紧 安装压力传感器上的固定螺丝 用花形玄巨头T30拧紧 取下泵头上的固定螺丝 安装压线条 用花形玄巨头T25拧紧泵头上的固定螺丝 安装正式活塞进油阀 安装正式活塞进油阀盖板 用花形玄巨头T25拧紧盖板上的两个螺丝 用花形玄巨头T25拧紧 将法兰盘固定在台前上 拿出油泵 将油泵胶圈更换后装在法兰盘上 装入固定螺母 用14号套筒套入固定螺母拧紧 转动油泵轴 转动油泵轴 确认对准后拧紧定位销 将正式定位销插入齿轮定位销孔内 安装在法兰盘上部 使齿轮的定位销孔对准油泵可体的定位销孔 安装齿轮上的垫片与销 安装齿轮上的垫片与螺母 将油泵固定在台前上 用27号套筒套筒套在固定螺子上 用扭力扳手拧紧固定螺子 扭矩为80牛米 用花形旋锯头T50拧松托轮轴定位销 安装定位销 安装定位销垫片 拧紧定位销 旋转齿轮确认齿轮是否卡顿 用正式定位销插入齿轮定位销孔 通过观察孔确认油泵轴缺口是否对准观察孔 确认对准后用内六角扮手5毫米上紧观察孔堵头 安装完成 取下卸压阮后用到丝锥拧紧在绿心上 拔出绿心 拔出绿心 在泵头位置 在泵头位置盖上泵体堵盖 使堵盖上的胶圈与泵体完全吻合 密封泵体上的出油孔 安装正式活塞 安装压力传感器 用花形旋锯头T30拧紧压力传感器的两颗固定螺丝 试验台的高压油管连接在油泵的进油接头上 启动试验台 打开油泵测试界面 保留高速测试点 按压控油按钮 点击开始 由泵内开始喷油 开始清洗滤芯 观察试验台测试界面的轨压 轨压数值在10兆帕以上说明滤芯内堵塞 需要继续清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